大家好,今天我们做清蒸鲁鱼 这是做清蒸鲁鱼所用的原料 鲁鱼调我们提前杀好了 清水,大葱姜,青红椒,胡椒粉,盐 清蒸鲁鱼调入一个蒸鱼吃油 米酒,取芯 下面我们先把鲁鱼擀一下刀 我们先把鲁鱼刀在鲁骨背面,然后划上一刀 把肉划开 撑到鱼布的地方,然后划这么深 然后再把另外一面也同样划一刀 两边都这样划一下 然后把大葱切一下 姜切片把大葱放进去 加少许的米酒 加一点胡椒粉 把鱼抓一下 这样能够给鲁鱼去腥的作用 把腰好的鲁鱼放进一边备用 下面我们把大葱切成丝 下面我们把大葱切成丝 换一道把葱芯去掉 然后切成细丝 切好的葱芝也放进水 切好的葱芝也放进水 切好的姜汁也放进水 红椒切成丝 我们把腌好的鲁鱼现在上头蒸炖 在蒸炖之前要键上两个葱段进去 然后这样蒸汽能够尽在鱼的底部更容易成熟 好 现在我们开始上鱼蒸 我们在手鱼烧开之后 上鱼之后我们把鱼放进去 然后盖上盖子 大火蒸 蒸至鲁鱼时间是8分钟 之后我们把鱼蒸好的鱼大火 把鲁鱼上来的葱姜都剪出来 把鱼蒸好的鱼里面倒入生鱼群肉 然后撒上我们提前切好的葱姜丝 煮宫在220克时 您把鱼烧好的肉油挤在鱼上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老振的西湖肉 这是老振西湖肉所用的原料 大蒜 胡辣油 小米辣西湖肉 这是调味用的冬菇醬油 米醋 辣鲜肉 把西湖肉从中间切一刀 然后用刮丝刀 拉成丝 用刮丝刀刮的细丝中间的部分 把刮丝的西湖肉 然后放进一点费肉 然后浸泡回来 把大蒜根部削掉 然后拍破 把切好的大蒜 然后放进蒜酒内 造成蒜泥 五分钟之后 把泡好水的西湖肉丝 然后倒出来控制 让经过水浸泡的西湖肉丝 口感更脆 下面我们开始对质 老振西湖肉的汁 然后夹入一些鲜酱油 加一点辣鲜肉 不能吃辣味着 要稍微少加一点 加入鲜酱油 加入鲜酱油 小米辣 切好的小米辣 加入鲜酱油 然后加入适量的香油 木姜油 也稍微加一点就可以了 最后加入一些我们提前做好的红辣油 红辣油的做法请看厨秀的视频在屏幕的下方 按照标题搜索就可以 这是我们调好的味噌 放在一边备用 把空净水的西葫芦丝装进盘内 把我们对制好的捞汁浇在上面 捞汁西葫芦小贴士 一切好之后一定要浸泡冷水才能更爽脆 二味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灵活调味 三调好的味噌浇在上面 现吃现拌不容易出水 把我们的视频分享到朋友圈支持厨秀 有什么问题请在厨秀评论区留言 您的评论是我们创作的动力 大家好今天我们制作生川巴鲨鱼 巴鲨鱼肉质非常细嫩味道鲜美 巴鲨鱼鱼柳不含鱼刺 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 我们先把买回来的巴鲨鱼放进清水内解冻 首先把大葱切成细丝放进清水内浸泡 清红椒也分别切成细丝放进清水内浸泡 清红椒也分别切成细丝放进清水内浸泡 把解冻好的巴鲨鱼从中间切开 然后切成三段 硬刀片成薄厚均匀的鱼片 因为解冻在水内浸泡鱼肉含水量非常多 用干毛巾吸干多余的水分 把蛋清放入盆中加入适量的生粉 顺一个方向搅打成细糊 加入适量的盐搅拌均匀 搅拌的时候用力要轻巴鱼鱼肉太嫩容易碎 把烟锅锅的鱼片放进去轻轻的搅拌均匀备用 过上火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烧开后立火 把鱼片一片片的快速下入 大鱼片的时候要均匀的摊开 然后锅上火 水烧开后把鱼片倒出控水 把控干净水的鱼片装进盘子内 顺着盘面加入适量的蒸鱼汁油 把切好的青红椒丝放在上面 锅洗净 加入干净的色拉油烧热 油温冒清烟的时候 堆在青红椒丝上面 制作巴刹鱼需要注意两点 一片鱼肉的时候尽量要薄厚均匀 最好在0.3厘米的厚度 二鱼肉上浆的时候要轻轻的搅拌 防止鱼肉搅碎 今天的生川巴刹鱼用制作完成 关注厨秀看更多美食视频 分享转发支持厨秀 谢谢您的观看